古偶仙侠剧与凤行的热播 让赵丽颖这位85花再度迎来了事业巅峰 剧中与林更新二搭 星月CP 回归也是看点十足 回顾赵丽颖的演艺生涯 不难发现 她搭档过的男星几乎都在合作后人气暴涨 这也让赵丽颖有了最强望夫体质的称号 那么还有哪些和她合作过CP感爆棚的男明星呢 一起来看看吧 一 林更新 赵丽颖与林更新的首次迎评合作 可以追溯到2017年播出的《楚桥传》 尽管该剧因烂尾而饱受争议 但其收视率依旧斐然 一举夺得当年录剧网播量的桂冠 作为该剧男主角的林更新 也因此收获了极高的人气 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演员 然而 遗憾的是 林更新在《楚桥传》之后的作品 并未能延续其高热度 她所接拍的剧集反响频频 使得她在一段时间内相对沉寂 直到此次以古装剧与凤行再度回归迎评 林更新才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线中 与凤行的播出不仅让林更新重获关注 更让观众们看到了 她与赵丽颖的默契配合和出色演技 两人的CP火花依旧强烈 为这部剧增添了不少看点 赵丽颖的《最强望肤体质》 再次得到验证 而林更新也借此机会证明了自己的演技实力 可以说 与凤行的成功播出 不仅让赵丽颖和林更新的事业再上新台阶 更让观众们看到了古装剧的魅力与风采 期待两人未来能够再次合作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二 霍建华 《花千古》作为一部由赵丽颖和霍建华 联媒主演的仙侠剧 至今仍被广大观众誉为经典之作 这两位演员不仅演技出众 更是古装扮相的佼佼者 他们的颜值与演技相互辉映 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觉盛宴 当他们在剧中同框时 强烈的CP感让人心动不已 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与追捧 《花千古》不仅是一部成功的剧集 更是一个造星工厂 他成功地将霍建华推向了古装男神的宝座 让他成为了无数观众心中的白马王子 而赵丽颖也凭借此剧斩露头角 之后的录剧作品更是连续三年 蝉联网播量冠军 展现了他的强大号召力与演技实力 《花千古》不仅为观众带来了一段 《虐恋仙侠》的感人故事 更成功塑造了两位优秀的演员 赵丽颖与霍建华的出色表现 让这部剧成为了仙侠剧的经典之作 也成为了他们演艺生涯中的一座里程碑 至今每当提起《花千古》 人们总会想起那两位古装扮相经验的演员 以及他们那段令人难以忘怀的虐恋情缘 三 陈晓 赵丽颖与陈晓这对迎评情侣 无疑是许多粉丝心中的一男评 两人曾携手出演《公所沉香》与陆真传奇 尤其是在陆真传奇中的高田互动 让他们成为了当年炙手可热的荧幕情侣 剧中的甜蜜撒糖 让无数观众为之倾倒 更有人传出两人假戏真做的消息 使得CP粉们激动不已 然而 对于外界的种种猜测与期待 赵丽颖与陈晓并未出面回应 使得这段绯闻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人各自步入婚姻殿堂 这段绯闻也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如今 想要再次看到赵丽颖与陈晓三搭合作 确实存在一定的难度 两人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与事业 再度携手出演 新剧的机会可谓少之又少 尽管如此 粉丝们对于这对曾经的迎评情侣 依旧怀有深深的怀念与期待 希望他们能够在未来的某一天 再度为观众带来惊喜与感动 赵丽颖与陈晓的迎评情缘虽然已成为过去 但他们在观众心中的地位却永远无法替代 4.陈伟霆 陈伟霆与赵丽颖的联媒出演 无疑为观众带来了两部视听盛宴 鼠山战绩之剑侠传奇与民国剧《老九门》 这两部作品不仅剧情扣人心弦 更因为两位主演的出色表现而备受瞩目 《老九门》作为一部民国背景的剧集 其独特的时代氛围与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 都让观众为之倾倒 而陈伟霆与赵丽颖的精湛演技 更是为这部剧集增色不少 他们在剧中的默契配合 以及超强的CP火花 无疑成为了该剧的一大看点 每当两人同框出现 都能引发观众的热议与期待 他们的互动与对话 更是让观众为之动容 可以说陈伟霆与赵丽颖的合作 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与情感的双重盛宴 他们不仅用自己的演技诠释了角色的魅力 更用真挚的表演打动了观众的心 这样的组合无疑是演艺圈中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让人期待他们未来更多的精彩表现 五 冯绍峰 赵丽颖与冯绍峰这对曾经的金童玉女 在演艺圈的缘分可谓波折连连 两人早在公所珠连时期就已有过合作 而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 更是他们的第三次携手 这部剧也被视为他们的定情之作 在拍完知否后 两人假戏真作 隔年便赏婚并育有子女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他们的婚姻并没有维持太久 2021年时 两人已宣布离婚 回顾赵丽颖的演艺生涯 他合作的男星众多 且每一次合作都能引发观众的热烈讨论 在众多与他合作过的男星中 有观众认为 他与冯绍峰的CP火花并不算强 相比他与陈晓 陈伟霆 霍建华等人的合作 似乎少了些许化学反应 因此 当赵丽颖与冯绍峰走到一起时 确实让不少粉丝感到意外 然而 感情知识终究难以预测 或许正是因为在戏中的默契与了解 让他们决定走到一起 组建家庭 虽然结局并不如人们所愿 但两人曾经的美好时光 以及他们在荧幕上留下的经典角色 都将成为观众心中永远的回忆 如今 赵丽颖与冯绍峰各自在事业上继续前行 也希望他们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 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与满足 6.王一博 在演艺圈的众多男星中 王一博算是少数与赵丽颖CP感相对较弱的一位 赵丽颖在产后复出 主演了古装剧《尤斐》 与他搭档的是年轻十岁的小鲜肉男星王一博 这对CP在剧集开播前 其实备受期待 毕竟两人都是当今的顶流明星 拥有大量的粉丝基础 然而 当剧集播出后 口碑却意外的不如预期 尤其是两人在剧中的CP感 显得并不强烈 许多观众在观看尤斐时 发现赵丽颖与王一博的化学反应并不明显 虽然两人都是优秀的演员 但在这部剧中 他们的互动和对手戏 似乎并没有达到观众预期的效果 这可能是因为两人的年龄差距 气质差异 或是角色设定的原因 导致他们在剧中的CP火花并不强烈 赵丽颖和王一博 都是极具实力的演员 他们的演技和表演都值得赞赏 只是在这部剧中 他们的CP感并未达到预期 这也让我们期待 他们在未来的作品中 能够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角色和搭档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 7.张翰 张翰 那位在《一起来看流星雨》中 扮演慕容云海的演员 自出道以来 便以其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 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他的形象总是那么酷帅 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 都散发着一种不可言喻的魅力 然而 除了那些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之外 张翰还曾与赵丽颖携手出演了 都市爱情偶像剧《珊珊来了》 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顾曼的短篇小说《珊珊来吃》 以其独特的剧情和人物设定 吸引了大量观众 在《珊珊来了》中 赵丽颖饰演了天真可爱的都市文员薛珊珊 而张翰则扮演了霸道总裁风腾 两人的角色设定极具反差 却也因此产生了强烈的化学反应 风腾虽然经常变着法子折磨珊珊 但珊珊却总能以她的善良和坚韧应对 两人之间的情感纠葛 让人看得津津有味 除了主线剧情之外 剧中还加入了小李叔和郑奇这两个角色 使得故事更加丰富多彩 小李叔的回国和表白 以及郑奇因恋爱而不得不帮忙 对付珊珊和黎叔的情节 都为这部剧增添了不少看点 而珊珊和风腾在经历了一系列波折后 更加坚定了彼此的心意 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力量 赵丽颖和张翰在剧中的表现堪称完美 他们的CP感十足 让观众看得如痴如醉 赵丽颖的傻白甜形象深入人心 她的天真可爱和坚韧不拔 让人为之动容 而张翰则成功塑造了一个 既霸道又深情的总裁形象 让人既爱又恨 八 李一峰 《青云志》作为一部仙侠题材的大剧 在选角上可谓独具匠心 剧中找来了李一峰和赵丽颖 这两位演技与颜值并存的演员合作 让该剧在播出之初就备受期待 赵丽颖以其灵动自然的演技 和清新脱俗的形象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而李一峰则一起深情款款的演绎 和帅气的外貌成为了众多粉丝心中的男神 《青云志》播出后 不仅取得了不俗的收视成绩 更在豆瓣等平台上获得了不错的评分 尤其是第一季 以六 九分的成绩展现了其制作精良和剧情紧凑的优点 然而 当第二季推出时 观众们的期待却并未得到充分的满足 第二季的剧情被止注水严重 剧情拖沓 节奏松散 导致口碑大跌 最后仅在豆瓣上获得了四五分的评价 尽管如此 李一峰和赵丽颖在剧中的CP组合 依然得到了观众们的认可 两人之间的默契配合和强烈的化学反应 使得他们在荧幕上 展现出了令人心动的仙侠情侣形象 他们的表演不仅令人信服 更让观众们为之倾倒 成为了当年人气极高的仙侠CP之一 然而 遗憾的是 李一峰在事业巅峰时期却卷入了争议事件 导致他的演艺事业全面中断 对于喜欢他的粉丝和观众们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如今 李一峰想要再次回归演艺圈 难度可谓不小 毕竟 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 机会总是留给那些准备好的人 尽管李一峰目前面临困境 但不能否认 他在青云之中的出色表现 他与赵丽颖的合作 成为了该剧的一大亮点 希望未来他能够重新振作起来 以更加成熟和专业的态度 面对自己的事业 以上几位赵丽颖合作过的男演员 你觉得哪位最有CP感呢